应如何超度被堕胎的应律 以化解远处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你要是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今天社会为什么会动乱不安 你就明白了 福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 人与人之间四种言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这关系 没有这四种关系 对面不相逢 我们每天坐在马路上人很多 看一眼说不定这一生当中就是看这一眼了 真的对面不相逢 没关系嘛 坐在马路上这个人很喜欢你对你点点头笑笑都是有关系 或者邓一眼很不高兴的那个表情 那都是有关系 这关系很浅 也不过邓一眼笑一下就完了了 以后 以后也就没有了 那个关系重点 关系亲密点 麻烦就大了 他一家来了 那个报恩来的 我们常讲 孝子行孙 那是报恩来的啊 过去是你对他有恩的 他是报恩来的 如果抱怨来的时候 过去有仇恨 这一生当中 你好好待他 你恩惠待他 那个仇恨会慢慢化解一些 如果你要虐待他 如果你要虐待他的话 那个麻烦可就大了 那仇恨当中 在家仇恨的时候就麻烦了 那讨债来的呢 债讨完了他就走了 就我们常讲的时候 小孩很聪明 父母都很喜欢 念书 好不容易念到大学 大学快毕业他死了 讨债来的 他债讨完了他走了 那还债来的呢 是他还的的 他将来也有很不错的收入 供养父母 意识不缺 没有孝顺性 对父母没有恭敬性 但是生活他会照顾得很周到 那他欠的债多 供养的 你的生活就很丰富 那欠的债少呢 那你的生活就比较轻朴一点 他不太照顾你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现象了 早年我在台湾奖金 有个居士也是我们护法 做生意做得很好 是个公司的董事长 他对待他的父母就很平淡 用人去照顾父母 只是平常生活 没有什么好日子过的 那是什么 我看到 是还债的 债是欠的少不多 还的很少 这一看就了解了吗 所以这些人要是投胎来的时候 你堕胎把他杀掉了 这个麻烦大了 他来报恩的 你这恩将仇报 以后就变成报仇的了 你把他杀掉了 他是报怨的了 那仇恨上再加仇恨 这个麻烦 或者无论是讨债还债 统统都变成仇杀 这个事情麻烦头了 他将来到你家的时候 一转时 可能做你的孙子 做你的成孙子 一定会搞得你家破人亡 你要了解这四种关系 你就懂得现代的社会 整个世界的社会 这个妇女怀孕 千万不可以堕胎 这个堕胎借的这个冤恨很难化解 那么已经堕胎了 是无知 过去无知 不晓得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应该真诚 每一天念地藏尽 念佛 给他回向 常年去做 也许他的怨恨可以化解 绝对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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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的 好的